欢迎收看《石城九格》 大家伴我好 我是俊威 大家傍晚好 我是琪琪 上个星期四 财政部长王瑞杰 在出席内阁会议的时候 突然昏倒 近期送院治疗 而过后部长被诊断出 是动脉瘤引发中风 而昏倒的 那么今天的十分访谈 我们将邀请到专科医生 为我们现场讲解 关于中风这个疾病 另外呢 我们的外景主持慧珍 今天将会带你到倪文路 也就是倪文路走一走 看看那条街上的旧房子 可是观众朋友 您知道倪文路 到底在什么地方吗 记得锁定我们今天的 老房子新鲜事 这时间又来关注 新鲜的新闻内容吧 把时间交给主播 安杰 好的 谢谢琪琪和俊威 欢迎大家收看 《市城有约》第一段新闻 一起来关心新闻的重点 国大的研究发现 中英双语环境长大的婴儿 能够更快地掌握语言的辨识能力 孩子同时接触双语 不会影响学习进度 严防紫卡病毒传播 华等领附近学校 采取应对措施 加紧宣导和杜绝 一文字声 本地新私宅的销量 在4月份下跌了11.6% 市场没有延续 前三个月份的显著增长走势 市区重建局的数据显示 4月份卖出的新私宅单位 有745个 比3月份卖出的843个单位 减少大约一成 比去年同期的1167个单位 更大跌36.2% 如包括执行共管公寓 发展商在上个月 一共卖出了1291个单位 在上个月推出的新私宅单位 共有2160个 不包括执行共管公寓 则有900个新单位 接下来市场并不明朗 分析师也表示 还有更多项目不久将完工 租金收益也越来越小 所以在进场购买前 必须考虑这些因素 一些人可能认为 婴儿学习两种不同的语言 会拖满学习语言的能力 但是国大心理学系的研究却显示 从小学习英语和华语的双语宝宝 比仅用华语的宝宝 能够更快地掌握语言的辨识能力 来看记者李嘉宜的报道 宝宝坐在妈妈腿上进行语言测试 通过宝宝注视屏幕的时间 可以测量他对语言的印象有多深 研究发现 双语环境下长大的婴儿 意识到华语发音有四声 音调转变时意思也改变 双语宝宝注视屏幕的平均时间为十秒 比只学习华语的宝宝的七秒还要长 一岁大的双语宝宝 他们在学习新的字词的时候 已经能够掌握并辨别 就是音调在不同语文中扮演的角色 相比之下 中文单语的宝宝 他们对于音调的掌握就有所落差 我们研究结果显示 他们大概在一岁半左右 才能够了解到音调 能够造成字词的区别 国大对72名12个月到18个月大的婴儿 进行一年的测试 研究反映 从小学习中英文 不会使孩子混淆 反而让他们更快地掌握双语语法 我有朋友 他们有孩子 可是他们的孩子 大多数在家里都会讲英语 如今长大之后 跟外公外婆还是就老一辈的 沟通上面就有一点问题 目前这组研究团队也正针对六个月 大到两岁大的孩子进行一项研究 探讨双语环境是否有助于孩子 学习第三种语言 以及他们是否拥有社会和道德判断能力 这项研究预计将在明年完成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嘉宜报道 镜头选区域来关心国际新闻 菲律宾当选总统杜特蒂誓言要恢复死刑 以杜绝各种犯罪活动 同时授权警方对有阻止的拒捕罪犯 格杀勿论 他也重申要同中国维持友好的关系 并就南中国海主权纠纷 直接同中国对话 杜特蒂在当选总统后的首场 记者会上强调 将要求国会恢复绞刑 以对付贩毒 性侵犯 谋杀和抢劫等罪行 同时赋予警方执法时 当场击毙罪犯的权利 杜特蒂也誓言 把治理达卧室的法律秩序推广到全国 当中包括午夜禁酒和公共场所禁烟等 杜特蒂也向中国释放善意 他表示将在多国会议上提出南中国海客题 如果这类磋商失败 他将直接同中国对话 他今天也同中国驻马尼拉大使会面 71岁的杜特蒂将在下个月30号宣誓就职 另外菲律宾自由党女议员罗布雷多 宣称击败多名对手当选副总统 中国政治局常委 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 明天将到香港出席高峰论坛 香港已经加强了戒备 在中华一带设置了路障 严防示威者闹事 张德江是四年来到访香港的中国最高官员 一般预测他此行是要尝试舒缓香港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 并同一组亲民主派人士会面 中国当局宣布逮捕了五名嫌犯 他们被指购买无人机打算干扰张德江防港行程 据南华早报报道 其中一名落网男子是56岁的郭姓香港男子 同亲民主的反对派人士有关联 当局怀疑他购买无人机的目的是要在张德江赴港期间进行滋扰活动 郭姓男子相信也涉及洗黑钱电话诈骗案等犯罪活动 香港警方发言人表示 在张德江访问期间 示威者不能使用无人机 香港警方将制止一切可疑物体进入安全区 中国重庆的高速公路上发生了六辆车 连环相撞的致命车祸 造成了五人死亡 26人受伤 一辆巴士首先撞上了装载着危险化学物品 绿甲丸的运油车 随后导致多辆汽车追尾 当地交通部门启动了应急预案 将所有的伤者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目前仍有五个人处于危险状况 其余21个伤者情况稳定 医院表示有足够的血库的储备和骨科医疗设备治疗伤者 当局证实车祸没有造成危险的化学品泄漏 镜头转回本地 华登岭一带的三所学校加强了对子卡病毒的预防措施 本地上个星期五出现了第一起子卡病例 从国外感染病毒的病患就住在华登岭 国家环境局较早前指出 她正在同学校合作 在学校的范围进行喷雾灭纹工作 在来福市女子小学 环境局人员在中午前检查了校园 据本台了解 环境局人员也视察了附近的国家初级学院 以及南洋女中 受访的家长表示 由于这一带不属于古痛热症黑区 他们不会过度担心 学校通过电邮通知了家长 校方已经采取了一些防纹措施 包括喷雾灭纹 在毗邻的国家初级学院 校长在早上集会的时候 也告诉学生 如果身体不适 就到学生服务中心去 校长说 国初在周末进行了喷雾灭纹 校园内没有发现任何蚊子的滋生处 而在附近的南洋女中 由于从2014年底就展开了 兴建室内体育馆和客室的工程 因此也是格外谨慎 今年我们学校在我们每个班级里都放了那些杀死蚊子的那些灯 然后因为放了这些灯 所以我觉得很安全 因为既然就会减少 就是我们我就不会被蚊子盯住 那么就不会受到资卡的影响 校方在周末呢 也展开了喷雾面纹工作 并冲洗和倒油进水沟 同时呢 校方也在星期六采取的预防措施 通过电邮告知了家长 我国19岁以下的学生 外加国民服役人员 共70万人将各获得一条手腕带和一张卡片 在这个父亲节送给爸爸 带上万代的父亲呢 将能够在整个六月 在两百多家商店和休闲场所等 享有特别的折扣 来看记者蓝力亭的报道 刘启忠相信父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很重要 所以坚持每天下班后 花上五六个小时陪伴儿子 周末也会带他外出 他的手臂就是陪儿子踢球时弄伤的 他会说爸爸我爱你这样 心里一种好像安慰 刚才一些学生呢就告诉我 他们很少写信或是卡片给爸爸 而俊杰呢就是其中一位 这是他第一次写信给爸爸 看一下他写了一些什么 因为爸爸受伤了 所以祝他早日康复 然后俊杰你还画了一些什么给爸爸呢 我画了一个企鹅 因为我感到很可爱 还有胖像我的爸爸 还有企鹅的爸爸像我的爸爸 照顾我 到我现在很大了 由新传媒与爱心爸爸运动连伴的 父亲节庆祝活动将在六月举行 规模力来最大 再加上给新生爸爸多一个星期 陪产假等措施 都是希望鼓励更多的父亲 更投入参与抚养孩子的过程 主办方也将在一些地点 另外分发15万个父亲节的手腕带 父亲节当天全国也将举办多项活动 让亲子参与 这段新闻先到这里 下段新闻还会有更多内容 其中包括了库航和虎航等 八家亚太廉价航空公司 宣布成立廉价航空联盟 乘客将能够在同一个网站 直接购买他们的廉价机票 感谢大家收看 请您记得锁定 稍后七点钟为您送上的第二段新闻 现在把镜头交还给琪琪和俊威 谢谢海杰 中风是我国第四号杀手 那么每天平均有26个人中风 一个人在中风前有什么前兆呢 如果遇到有人突然中风的话 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呢 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的时分访谈 有请我们的脑神经科专科 顾问医生李金恩来告诉您 请锁定 三菱电机StarMix冷气系统 为您节省电费 而且它容易清洗 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十分访谈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是中风 是 上个星期四呢 财政部长王瑞杰在出席内阁会议的时候 突然因为动脉瘤引起中风而昏倒 结果紧急送院 根据总理公署在12号发布的消息说呢 王部长已经完成了手术 情况稳定 目前呢仍然在深切治疗病房接受观察 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了解导致中风的因素 中风病发前到底有哪些征兆 而身边如果有人中风的话 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 那就是伊丽莎白医院脑神经科专科顾问医生李金恩医生 李医生你好 到底中风有分哪几种呢 中风分两大类 一种就是缺血性的中风 俗称就是血管受到堵塞 那么第二种就是出血性的中风 我们经常说血管爆裂 就爆血管 对 爆血管那是第二类 缺血性的情况是大部分 就占的差不多是70%到75%左右 那么其余的就是出血性的问题了 那么出血性的问题也分两种 一种是因为脑里面的那个动脉 出血了 爆裂了 所以通常就造成单边瘫痪 或者说发麻的情况 另一种就是在网膜下出血 所以出血的这个程度 通常是相当严重的 所以像比如说 王部长这种动脉瘤血管 引发的这种风 它的这个危险程度是 通常这一类型的就是说 因为这个脑动脉瘤爆裂 造成这个网膜下出血 其实是造成的问题 是非常环球性的 所以脑的震荡跟创伤 其实是非常极度的 所以并发的时候 脑因为是在一个硬性的 一个骨骼里面 对 环境里面 所以没有办法及时的反应 所以心跳有时候甚至会停止 所以累积久了 对 呼吸也会停止 这个是非常突发性的 所以严重的程度 通常致命率高达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左右 就一触即发了 对 对 对 所以这个危险性是很高的 到底哪一类人是属于中风的高危险群呢 所以我们每次听到中风这两个字 我们通常就联想到是堵塞性的 这个缺血性方面 高风险指的就是三高的朋友们 比方说高脂肪 高血糖 就是糖尿病 还有就是高血压 所以三高人是需要注意的 所以会有三高的人 患上中风的几率 会比一般人高出很多倍吗 肯定的 肯定的 不是说很多倍 但是那个几率就肯定是高的 比较高于是属于堵塞的那个情况 堵塞的情况 当然出血的 通常就是因为 比方说吸烟者 或者是那些患有高血压的那些病者 不及时地去调理这些情况 就会造成出血的 所以以你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 烟客还有高血压的人 他患上血管阻塞 血管爆裂的几率是高的 对 两者都高 所以我们经常就是告诉病人说 他是有吸烟的都应该停止 或者是家人跟着病人一起来看病 我们也借一个机会 就是劝请他们不要抽烟 除了烟客之外 我们讲的生活的作息 比如说睡眠足不足够 还有饮食习惯也是相当的重要的 肯定的 比方说因为我们都是处于非常这种高压的情况 工作繁忙 而且工作的时间 真的是有些使人透不过气来 所以有时候我经常告诉病人 我说我们的身体其实是有一种很自然的一个规律 那我们回想起以前 我们的那个祖父的年代 或者曾祖父的年代 应该是跟着太阳走 比如说如果出而坐 或者落而熄 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规律 当然医生也好 护士也好 或者在值班的朋友们也好 有时候是真的是没有办法 根据那一个那种自然的规律 没有办法的话 也只有说尽量在一个很 很 稳乱的过程当中找个规律 对 就找出一个自己的身体能够接受的一个规律 就包括心情要放轻松 开心一些 肯定 而且也是我们想起来 我们喜欢做的东西 其实我们是很开心的 比方说你在做节目的时候 六点半 你是很开心的来上班的 可能是其他的东西造成你心情不好 或者压力大 对 比方说可能电脑方面的东西 给你很大的压力 工作本身是很轻松的 所以压力其实有分好坏 快乐跟不快乐的压力 也很难说 但是我通常说压力是分 一种是有形的 一种是无形的 比方说你的老板说我要见你 就是有形的压力了 那么所谓无形的就是 可能某一些东西 到这里心情方面 好像有一点闷闷不乐的感觉 说是很严重的东西也不是 说是很不开心的也不是 就是干扰着你 所以有时一年之间去把它转变的话 就可以化掉 对 那到底中风之前有没有什么前兆呢 我经常告诉病人 我说凡是那些有高风险的那些几率 就已经是一个前兆了 三高人士 对 比方说只要我父母进患有高需要 或者有那种高档过程的情况 这已经是一个预兆了 我必须定时去测验一下 而且有这样的情况也应该记得吃药 所以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预兆 当然真正来说 有些病人在没有并发之前 可能已经开始这种酸麻的这种情况 而且是突发性的 在没有预料的情况之下 发作了可能五分钟十分钟 然后又自然的痊愈了 这是间歇性的也算吗 对 这个就是间歇性的中风 俗称是小中风 这样我们怎么去区别呢 这种小中风是来自疲劳的身躯 或者是精神的疲态 对 所以有时候真的不容易去察觉 所以我们是告诉病人 如果是不能够区别的话 最好是找医生 了解一下 对 要彻底的检查一下 只要是找出来是没有事情的话 大家都很放心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那么通过医生 家庭医生 比方说很熟悉你的情况 你的背景 所以对症下药控制各方面 也会调控的比较好 那中风会遗传吗 遗传性通常指的是那些 比方说先天性的血管 畸形的形成 或者某一些情况 比方说动脉瘤 就是有遗传性的一个可能性 是 李医生我们发现身边的人如果中风了 该怎么做呢第一时间 第一时间当然是需要找救护车 因为我们知道病发四个半小时之内 只要是堵塞性的话可以通过静脉注射药物 将那个血霜的地方溶解 或者是通过导管放进那个动脉里面 将那个堵住那个血管的血块取出来 所以这些都能够做得到 四个半小时 就要马上就是打救护车 995说有某某可能是中风了 这个是最好的一个做法 那么很多病人或者家属经常问我 我们可不可以动那个病人 可以触碰他们 对 我说这个是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担忧 是允许吗 没有这个是 你触动他不触动他对他的情况 其实是没有 没有关系的 对 没有关系的 对 他这个问题是住在脑里面的 那个动脉的情况 是 所以反而我们应该站到平躺住 这么你站到平躺的时候 可能就能够促进脑的那个血工的情况 他坐立的话应该给他躺下来 然后避免可能其他的那个生理上的受伤 就是尽量在这个情况之下 让他的血液能够循环 更好 明白 中风病人一定要动手术吗 不一定 其实缺血性的病人当中 通常是不需要动手术 除了刚才我所说的 可能通过那个动脉 将导管 引送到那个堵塞的地方 反而是出血性的 就可能需要开刀 为什么呢 因为出血性的中风 通常造成脑里面的那个压力 的那种情况非常的高 因为他爆裂了 所以是要舒缓 对 舒缓他的这个问题 其实有些是需要通过那个外科手术 将头盖骨部分的取出来 那么就能够舒缓那个脑里面的那个高压的情况 是 那到底这个中风会有护医症吗 肯定就是说中风过后 就是看他的那个严重性 比方说左脑是控制语言的地方 那么如果是左脑受创的话 当然病人在康复的这个理途中 可能说话跟理解就比较逊色了 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 我们不要让这个小病脱成变成大病 要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没错 那么刚才医生也提到了三高人士 尤其是血压高的人更容易中风 那如果说你有碰到哪些 可以降低三高的方法的话 欢迎您到时程有约的面部和我们分享 我们也要谢谢李医生您来跟我们分享 谢谢 那广告回来是第二段的新闻 别走开我们回头见 请走定 欢迎回到西程有约 来关注新闻 把时间交给主播海杰 好的谢谢琪琪和俊威 来关心第二段的新闻 首先一起来看看新闻的重点 八家亚太区廉价航空公司组成了联盟 将来民众可以在同一家网站 办理任何一家公司的机票 新加坡中药工会将建立中药财仓库 通过大量的采购和妥善储存 来稳定中药财的价格 亚太八家廉价航空公司宣布成立廉价航空联盟 廉价航空乘客不久之后 将能够在同一家网站 直接向这八家廉价航空订购机票 选择机位以及订餐 廉价航空联盟包括了 日本香草航空 新加坡库航和虎航 澳大利亚虎航 泰国飞鸟航空和库鸟航空 菲律宾宿太平洋和韩国的几州航空 他们共有176架飞机 飞往160个地点 在联手把各自的售票网站连接之后 乘客可以在其中任何一家公司的网站 查找这些航空公司的航班 并同时订购八家廉价航空的机票 廉价航空联盟将利用 本区域蓬勃发展的航空市场 扩大销售的范围 并向其他地区市场行销航空服务 增加辅助服务的收入 根据波音公司2015年市场展望 过去十年 亚洲廉价航空平均年业务增长达到了24.5% 波音也预测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 每年将会有一亿名新的乘客 进入亚洲航空市场 并在接下来20年 需要10,370架单过道客机 李显龙总理明天起 将会对俄罗斯进行四天的工作访问 总理的第一站是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接着续程前往索契 出席亚先俄罗斯纪念峰会 这是李显龙总理首次 对俄罗斯进行双边访问 上次同一级别的访问是 1990年时任总理的李光耀先生 出访当时的苏联 总理这次访额是希望加强 同俄罗斯领导人的双边关系 并促进商界领袖 同政府高层官员之间的交流 洽谈合作机会 俄罗斯去年成为我国的 第21大贸易伙伴 在莫斯科期间 总理将同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 和莫斯科市场索比亚宁会面 并见证我国和欧亚经济委员会 签署合作备忘录 以促进我国和委员会成员国 俄罗斯亚美尼亚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以及吉尔斯坦 更紧密的合作关系 合作的领域包括了海关的管理 服务贸易 投资和咨询科技 新加坡中药工会将双管齐下 稳定中药材的价格 一是让会员上网 及早地知道中国药材的行情 再来就是在本地建立中药材的仓库 通过大量的采购和妥善的储存 来稳定中药材的价格 来看本台特派香港记者 吴良祥的报道 目前我国从香港进口的中药材 占本地进口中药材的六七成 作为中国内地的中药材集散地 香港中药联商会每天都会分析和预测 中药材价格总是 供六百名会员参考 预料六月中旬起 信息将开放给新加坡中药工会 到香港考察的新加坡中药工会表示 这是两个商会合作十一年来的突破性进展 通过信息的交流 让我们了解到市场 有没有特别的需要 还有某一些地方的气候变化 如旱灾水灾 种植方式的改变 还有进出口的限制 或者是税务上的改变 大量采购可降低成本 但储存是个问题 加上新建仓库费用高 因此中药工会决定 同提供物流服务的香港药业公司合作 新加坡它的量不是很多 我们这个配送 或者作为创通这个品牌 给我们新加坡这行的企业的对接 这个价格也是很稳定 包括资料当传 包括我们提供技术 而且这个资源配套 不过据记者了解 中药工会最终希望 借助合作对象的资源 一年内在新加坡 设立中药财仓库 再分租给会员 旗下约有360名会员的 新加坡中药工会表示 会激励通过各种渠道 来将低药财成本 但难免会因为不确定因素 而遇到主义 毕竟计划有时候是赶不上变化的 新传媒新闻记者 欧阳详香港报道 位于马林百列路的百汇广场 昨晚失火导致商场 今天停业一天 失火的地点是位于百汇广场 二楼一个单位的储藏室 民房部队昨晚11点50分 接获失火通知后 赶到现场强行进入大楼失火的地点 并使用水枪将火势扑灭 由于事发时间接近午夜 民房部队无需进行疏散工作 百汇广场的顾客和职员 今早到了现场才发现商场关门 一辆消防车停泊在商场外 管理层表示 百汇广场今天停业一天 以便职员来清理和检查 事发地点 民房部队表示 没有接获有人在火患中受伤的报告 事发的原因还在调查中 义顺今天发生了致命的车祸 造成了一个人死亡 混沌公路的是一名脚踏车骑士 义顺九项和义顺中路的交界处 一名脚踏车骑士在过马路的时候 被一辆左转的运水泥的卡车撞上 导致一人当场死亡 民房部队是在11点25分接到报案 出动了一辆救护车 死者林水玉是一名59岁的华族女子 据死者的女儿和儿媳说 卡车在撞倒死者之后并没有立刻停下 中国出现了第一起子卡病毒的确诊病例 患者是一名从南美国家 委内瑞拉回国的女子 她在北京被验出感染了子卡病毒 北京卫生部门表示 29岁山东籍女病患 这个月11号在委内瑞拉时 身上出现皮疹并且发烧 13号返回中国 这名女子星期天在北京检测子卡病毒时 呈阳性反应 不过当局表示 热带国家流行的子卡病毒 在北京扩散的风险相对较低 位于西半球的美国 也严阵以待防止子卡病毒扩散 农业部说 一些高中生正从事一项重要工作 利用塑料杯收集纹卵 标明一文分布情况 学生收集的文卵被送往农业部实验室 经过数据分析 制作一文热点分布图 帮助查明和控制疫情传播 目前美国全国共出现了超过500起 资卡病毒确诊病例 都同出国旅行有关 部署本土感染 南美洲国家治理南部出现了 好几千只沙丁鱼死后被冲上岸 大批沙丁鱼死亡的原因仍然不明 但是当地的渔民怀疑 这跟当地爆发红潮有关 当地渔民预计 有500至600吨死亡的沙丁鱼 被冲上岸 地点是离首都圣地亚哥 以南800公里的托尔滕市 附近的河流上个月 也发生了相同的现象 500吨的沙丁鱼被冲上河堤 尽管渔群死亡的导音仍然不明 但是治理南部沿海地区 最近发生了历来最严重的红潮 当地渔民怀疑 沙丁鱼集体死亡是与红潮有关 这名渔夫就表示 由于消费者都害怕 没有人愿意吃当地所捕到的鱼 而他又以捕鱼为生 因此收入受到严重影响 由于红潮威胁到渔民的生计 治理渔民这几个星期来 涌到了街头示威 抗议养殖鲑鱼产业 导致红潮爆发 但是多名专家相信 红潮与厄尔尼诺现象 所导致的海水温度上升有关系 这段新闻先到这里 稍后十点的晚间新闻 还有更多资讯 其中就包括了 中国文化大革命50周年纪念 毛主义者又走上了香港的街头 盛赞毛泽东 专家表示文革话题在中国的禁忌 反而催动了毛主义的复苏 感谢大家收看新闻 现在把镜头交还给奇奇和俊威 谢谢海杰 那么今天的老黄子新鲜市 我们要带大家到俗称的 巴马路 尼文路走一走 早期的尼文路 为什么汇集了多元种族的居民 基于什么原因 老街坊留守在这儿 而新住户如何融入这个旧社区呢 坐定稍后的老黄子新鲜市 答案自由分享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 老房子新鲜市 为您介绍本地的受保留建筑 探索它们背后的故事 所以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地方呢 看似不明显或者不奇眼 其实这个地方呢 却保留了早期新加坡的建筑特色 让我们来一起看看它的所在地 尼文路它就坐落在实力基路的后面 是苏菲亚山保留的建筑特色 保留区的一部分 而它的右上角呢 就是小印度历史保留区 而底下的这个区域呢 这一带呢 算是一个市政保留区 所以这一带呢 算是两个区域的衔接点 一般人经过这里 都只隔旁得到电屋的门面 那么今天我们要随外景主持人 慧珍到其中一户老房子 探个周静 请看 在市区苏菲亚和爱美丽山的山脚下 有一条不足一公里的小街 尼文路就像新加坡美食Roger 它集合半个世纪多种流行的建筑风格 是早期住宅样式的大杂烩 这条街其实有1910年 193多年和195多年的房子 这是最早最朴素的 怎么看呢 通常最早的建筑是比较矮一点 而且比较窄一点 通常只有一个窗口 所以刚好这边隔壁 就是一个195多年的建筑 看来是三层楼很高的 它的门面就很不同了 对 因为它这个应该是一个三叶的房子 所以它楼下的门面又是铁门 这种门开的房子铁门 是最现代的发明吧 因为我们旧高通法庭 也是有这种铁门的 那时候真的是很high time 在尼文路看窗户 也能看得出时代变化 如果没有看到玻璃的话 就很有可能性 是很早期的变化 192多年 三多年玻璃已经代表你有钱 你可以买得起玻璃 另一切点就是说 新加坡已经受到欧洲的装饰艺术的设计概念 他们把一些木条拼成一个井字 或者一个叉子 这种设计是比较新的 这一带靠近市区 过去住着多元种族 很早就有西客人在此出没 也有犹太家庭和华人欧亚人住在一块 然而战后人口迁移 老住户大多已经不在了 现在反倒聚集不少时尚特色小店 他们和现在还保留着的住家一样 躋身在不同时期所建的店屋里 倪文路的老街坊看房子 是带着感情去欣赏的 这个我这边这一间27号 这个其实是我小时候的一个邻居 你没有看到呢 上面呢 这边有一个葛楼 我们两个人就在那里面温习功课 陈凯峰在倪文路住了快60年 他说自董事以来 这里住的多是中等阶级的华人租户 孩子在附近的学校念书 大人有的在市区打工 有的就得开店做生意 这一间39号的这一间呢 它是一个管动人 开五金店的 这个招货店呢 他就是夫妇两个人 自己经营这个招货店 然后我们小孩子就经常在那边买糖果啦 或者买一些快熟面这一类 跑回家自己吃煮来吃 早年有生意人的地方 就会有私会党出没 陈凯峰看过帮派火拼 两派追杀 连屋前的勾取都用上了 有两个帮派 一个是零八 一个是二十 那些私会党徒就会躲到这个人口里 就躲到这个人口里 当他们在打架的时候 他们跑过的时候呢 有时候在前面的人 他觉得说他后面人 追他太快 他就躲进了里面 人家看不到人家跑过去 就可以躲开那些其他的党徒 陈凯峰家经营土特产 全家移民泰国 他十四岁的时候 曾到泰国居住 却适应不来 住了超过二十多三十天的时候呢 我就要开始生病 而当我回来之后 那个 这个病就 就不会生病了 其实我父母当时 是不让我自己一个人 在新加坡生活 但是因为我有这样的情况 他们只好让一个人 在新加坡生活 所以是身体不太适应 到了异地 水土不服吗 有可能就是水土不服 我这个只能够说 命中住地吧 可能你跟这间房子 有那个特别的缘分 1970年代开始 老邻居陆续响应 政府号召住进祖屋 当时 陈凯峰和太太 反而以高价 把租了几十年的电屋买下 那你喜欢这个房子的什么 可能是对这个房子也感激了 因为我从小 我就在这个房子住了 那么我的孩子们 也在这边出世长大 到他们自己成家 我们有一个家庭的营寂意 我是希望我孩子们 能够继承这些屋子 可以带我去参观一下吗 好 假如你不介意的话 好 这里就是直接到厨房了吗 我们这边直接过来厨房 你进来你会感觉非常舒服 一个空间很大 这个打开的话 这个天 这个阳光就可以从上面下 一煮东西 油烟就可以直接往外面出去 不会影响到家里 也不会影响到邻居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算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地方 对 短短一条泥纹路 留着老街坊 在市区生活的情感记忆 走过岁月 新旧交替 倪文路自有精彩 改天不方从外面的马路绕进来 走进小街历史的丰厚明镜 其实像陈凯峰这样的老街坊 已经越来越少了 那么当倪文路在2003年受保留以后 新住户在改装旧的电屋的时候 又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呢 我相信这个挑战是非常多的 所以我们欢迎迎着华纳黄设计 也就是华建筑设计师 创办人黄昭文先生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他本身也是一位建筑师 是 黄先生 你好 你好 想要问你 为什么当时会选择 倪文路那一带 其实我们本来是想 这个奥尔鱼的 不过因为这是很高贵 买不起 在山顶 对 所以我们选择就是 因为我觉得那个地方 很有前途 是在那个时候 买不到那个山顶 或者半山 就买山脚了 对 而且它特色之一就是 比较朴实宁静 这也是你的考量之一 对吧 对 因为我们是要做家庭 所以我们想找一个地方 可以真正做出一个 很好的一个家庭的环境 是 所以当时03年宣布 要保留这一区的时候 它怎么样去影响你的规划呢 其实我们买了之后 我们有很多想法 本来是想拆掉 重新建一个新的一个房子 不过等了好几年的消息 我们才知道 原来这个地方是会变成一个 conservation的一个地方 所以对我们的概念 我们要完全重新想出来一个新概念 是 所以当时你们的这个考量 又包括哪些呢 一定是很烦躁吧 对 所以因为变成了这个情况之后呢 我们的想法 将这个古老的跟现代的部分 相对来说偏成一个新的一个概念出来 新旧交替 对 所以从外面你的 可以看到是老房子 不过你一进去的时候呢 反正变成一个很新鲜 很现代的一个环境 也就是说保留旧房子 但是崭新的内部格局 让人有焕然新的感觉 对了 不错 买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受保留 那么受保留之后 到底这一代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因为政府保留的要求呢 在这个房子的后边 它还是让我们重新建 所以我们可以跟着它的那个标准 建新房子 所以我们的房子那个总面积可以提高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好的事情 所以它有发展的一个空间 有发展的一个空间 所以当时你96年买了这房子 然后也经过了一些常识期的贵枝 那现在这个房子应该是翻倍了吧 应该是吧 根据您的观察了解 20年前那边住的一些住户是怎么样的 今天的生意又是怎么样的 那时候呢也是一个新加坡 一个普通的一个shop house的一个地区 所以很多老人家 而且那些老生意 不过现在你去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那个环境完全是变了 比方说老街坊搬走了 看到了左邻右舍的邻居呢 都是年轻人 所以它也带出了一些新的气息 对对对对 比较摩登派是吧 摩登派 而且有些人变成做一个小生意在那边 或者是比较年轻的人 他们的生活概念完全改变了 所以可能他们住在那边的idea也是不一样 那你呢 你买了这间房子之后 你也不住在那里 你怎么样利用这个空间 因为我们发展之后呢 孩子也长大了 所以我们的争议也是变了 所以我们将这个概念也是创出一个新的一个空间 就要做出一个这个创意试入的一个空间 什么用途呢 就是文创 文创 对了 对了 因为这边我们不可以做生意 我们可以做住宅 不过我们有机会做出一个文化的地方 所以我们的公司呢 跟我的太太 我们想出一个办法跟新加坡的年轻人 对文化有兴趣的人 找这个地方一起合作 比方说这画面的这些音乐家们 这些小 都利用了你们的空间创作 对 所以往后可能会很多演出 就在这个空间里面磨合出来的 对 据我的了解 黄太太也正在筹划一个有关倪文录的一个展览 对吧 对 我们希望我们在这个展览里边 可以做一个倪文录整个历史的一个展览 跟政府的部门或者跟邻居做一个故事 让大家可以知道新加坡的文化的过程 是 非常期待这样的一个合作 那么下个星期我们要介绍的是 新加坡唯一的一个独栋式的戏院 而它呢 就是在倪文录其中一头的历史戏院REX 那不知道观众朋友们 你们是不是已经曾经到那里看过电影了呢 那在这里呢 我们要谢谢今天的嘉宾 黄先生 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 欢迎大家到《诗诚有约》的面部留言 也希望呢你浏览发明到新闻及时事节目的网站 来重温我们的节目 是 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 明年星期二的《诗诚有约》 我们再会 再会 别忘了看我们的底价视频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作曲同志愿者 杨茜茜茜